各位请不要怀疑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食工厂类节目 没错 只是目前的画面观感有点不可言说 这些棕色头状物 其实是可可 糖 奶粉 香草的混合物 因为我们今天要做的正式巧克力饼干 这里是欧洲最大的饼干工厂 580名工人 每周能生产2500吨饼干 包括燕麦饼干 浓茶饼干 消化饼干 和迷你芝士饼干 1902年 这个5万平方米的工厂就开张了 绝对算得上是百年大厂 现在早已实现自动化生产线 每天有上百吨面粉送到这里 通过气泵抽进厂房原料罐 饼干生产流程也从此刻开始了 除了面粉 生产巧克力消化饼干 还需要油 糖 葡萄糖 盐和糖浆 当然 还有我们最开始看到的巧克力 它和普通巧克力并不一样 没有烹煮过程 只是把可可等原料混在一起精致 专供饼干包衣 现在 它的颗粒还很粗糙 但经过精致机加工后 这些粗颗粒会被巨大滚轴 压成细末 然后加入液体可可油 混合搅拌6小时 直至变得柔滑发亮 巧克力算是饼干中最贵的一项配料了 每吨价格约为2000英镑 而现在工厂里存放的巧克力价格超32万英镑 相当于256万人民币 所以如果有个意外 损失不是一般的大 这个大箱搅拌机是用来制作饼干面团的第一步 也可以称作乳化 只要按下按钮 所有液体配料就会被自动送进去搅拌90秒 包括脂肪 水 然后加入面粉和盐和面 白面和全麦粉都需要 17分钟后 松色的饼干面团就制作完成了 这时我们先要测试一下面团温度 因为温度太低 面粉会脆 那就做不成饼干了 温度太高 不会粘在机器上 所以24到28度刚刚好 不过你可能想象不到 这个配料表竟然在1929年就有了 当时 它被称作一种药品营销售卖 说是能治胃病 伤寒等等 这也是为什么要叫消化饼干的原因 不过事实上 饼干可没这么神奇的功效 饼都算是一种健康粗粮 可以看出 这些饼干面团结构都是松散的 所以不能像普通面团那样 扑开用模具压形 而是要把它们弄碎 变成小团块 然后再落到两个模具滚轮间 挤压成形 这样根本不用斜割 看起来极为舒适 就像饼干长盒 每分钟能生产3000个 做出来的面团碎屑 就被刮刀刮下来 然后顺着螺旋传送机上升 再度返回料仓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亮闪闪的饼干模具 非常值钱 它的材料是青铜 青铜是一种被批准 用于食品工业的金属 它5000且加工性好 除了贵没毛病 但是一个400公斤重的滚轮 价值就有5000英镑 更别说雕刻费用 而且每个模具 最高只能使用两年 现在 成型的饼干 终于要烤制了 这个从头到尾贯穿的烤炉 长达80米 分为四个区域 以便工作人员掌控 各区域功能 第一区域温度 为180 这里主要是 烘出饼干中的一些水分 让它烹起来 如果一上来就温度过高 饼干会锁住水分 容易碎裂 下一个区域 才是升温的地方 这里最终会超过 250摄氏度 高温把残余水分 从饼干孔中蒸发出来 达到2.2%的含水量 此时 饼干也开始着色 因为要烤的饼干 实在太多 这样的烤炉 工厂里有11台 每台每天耗费的燃气 等于一个普通家庭 一年的量 这就是工厂背后的惊人数字 当然 它们的产能效率 也是惊人的 传送带时速 接近1.6公里 每块饼干 都能获得一样的烘烤时长 现在 好好的饼干 再次清承长河 拐着弯 去往下一个车间 此时 外圈的饼干速度 是内圈的三倍 所以它们依然整齐排列 不过在涂上巧克力前 饼干们 还要经过尺寸厚度检测 如果不合格 整批丝的饼干 都要回升做成动物食品 在去往糖衣车间的 500米旅途中 好好的饼干 正在慢慢冷却 它们从刚出炉的90度 降为不到30度 这样巧克力涂上去时 饼干会处于 凝固的最佳温度 此时 巧克力也在做最后的准备 它们要进行一次 大型调温 回国馆刮过一系列平板 让巧克力流入 然后适当减低 并调整可耳脂的 晶体大小 整个过程听起来 有点复杂和专业 不过要是没有这一步 涂上去的巧克力 看上去就很粗糙 像是泥土壶的一样 完全没有光泽 一切准备就绪后 巧克力会从回国馆中输出 形成一道巧克力河流 饼干们就在上面流动 因为有金属网支撑 它们身上会留下一道道水平线 翻滚下滚轴时 在硬个直直线 这种饼干的独特纹理 就是这么形成的 接下来 当温度降到17度时 巧克力就会凝固 巧克力饼干 也彻底制作完成了 现在只剩下包装环节 可饼干是个易碎品 所以包装过程也很有讲究 比如这个分组器 它就像一个大型气垫 下面有大风扇 把饼干吹得微微升起 离开下表面 这样就能消除摩杀 接着 分组的饼干会被震荡器推撞 形成一个叠一个的无缝场合 最后他们会到达一台 精巧的机器 每18块分一组 包装在聚饼细胞模中 西班会把包装好的饼干 快速装箱 送到调温区 这里是机器人的领地 自动化程度极高 只需一人进行监控 因为工厂太小 容不下太多传送带 当巧克力饼干的箱子到达后 他们会和其他口味混在一起 由机器逐个挑选出来 原理有点像是 机场行李处理系统 每个箱子上 都有一个小二维码 扫描过后 系统就知道这个箱子 该由哪个机器人处理 每个橙色机器人 每小时能码800箱饼干 从码多系统出来后 工人们就会火速把饼干 送进卡车发货 这家工厂销量火爆到 不需要仓储 工厂空间也只够储存 两小时生产的饼干 虽然没吃过 看到这里 我已经种草了这款 卖维他消化饼干 所以它真的好吃吗 我是拉环 关注人家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